第二天 我又是遮瑟 蛤?遮瑟吧? 好,我來遮 我沒有看到 是在社團齁,哈嘍各位社團,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在Yaris的社團裡面開直播 那這一款車是小鴨,台灣是一代的小鴨 好像上個禮拜裝的是大鴨,是不是?也是小鴨嗎? 好像是大鴨,我想起來了,上個禮拜裝的是大鴨 因為大鴨的前面上座,是不需要拆擋板 那小鴨的話,它前面是需要拆這些擋板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上座 那今天的車友也有改裝了,這個是16吋的鋁圈 但是輪胎的規格好像有一點不太對 因為16吋的話,如果經理沒有記錯,是要用195 50 16的規格 這個它的扁平比稍微有比較厚一點點 當然啦,操控性會好一點點 但是它的輪胎的外勁變大之後 輪胎的外遠到S版的距離 就會因為輪胎的規格不太一樣,有所差異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這個壓縮器還壓著,好可怕喔 這個壓縮器還壓著 那為什麼要壓壓縮器?因為小鴨 小鴨的避震器,它的前面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可是有一個軸層,還有一個橡皮 那些軸層跟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後方的話,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大家可以看到啊 這台小鴨它的後面是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行程是做的比較長 這個行程做的比較長 那彈簧的部分 那公斤數的話,是因為車重不重嘛 所以原廠的磅數也大概2點多公斤 那改成KT之後的彈簧公斤數 前面是配5公斤,後方的話是配3公斤 也算是一個能夠兼顧到操控跟舒適度的一個設定 後方的話是配3公斤的規格 那這個的彈簧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方側高 今天的車友啊,剛剛到廠的時候 大概後方四指幅了 預計稍微綠向一點點 前後的話大概兩指半左右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200一廠3公斤的規格 是給小鴨所專用的規格 那後方的筒身一樣是做很長 行程是做170 算是還蠻夠用的 在筒身的上方有一個防塵套 這個也是加長的規格 能夠照住啊 這個就是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有時候行駛時間 有可能石頭噴溅到軸心 會造成軸心的損傷 那所以防塵套的設計就很重要 像這樣的設計的話 跟原廠的很接近 因為能夠在車子降低的時候 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有一個安裝的重點呢 非常非常重要 不論車友啊 安裝的是不是KT 像這樣的小車後方 拖一臂的系統有一個重點 是後面筒身的長短 是關鍵 因為後方的筒身 如果啊 調整的太短的時候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 預載的話 它的空間速就變高 慢速時候的路面不平的 稀針回饋就會變得直接 所以舒適度的話就會往下衰件 所以後方的彈簧啊 假設這個KT彈簧是221mm 就21公分了 那只要預壓縮大概3mm到5mm就好了 千萬不要預壓縮過多 預載過多 後方的話要意思 蠻方便的 在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這個是一個塑膠的維修孔 這個維修孔 在這裡 掀開之後啊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阻尼紙了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後面的軟硬度 後面的軟硬度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頭油雞來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除了改離載 改避震器之外 它的離載串規格 也需要改掉 因為離載串的話 是原廠的比較長 那要改成比較短的規格 改成比較短 KT的話就有附一個新品 那像這樣的話 車主實在是賺到 因為這個原廠離載串 已經破損了 用很久了 已經破損 那它破損之後 沙塵就會跑到這個球頭裡面 球頭的話它磨損之後就會有間隙 有間隙傳達出來到駕駛人的方向盤 就會覺得有一個異音會有叩叩叩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原廠離載串也差不多 都掛掉了 所以離載串的話 KT有附新品 有附新品 然後 這個的前面是配五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小鴨它的引擎是 座艙比較前移 所以這個飾板還有這個 那個雨刷馬達靈感都需要拆下來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個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可以 如果大壓的話就比較簡單 大壓的話就這些東西是在比較靠近前面的 就不需要再拆這些飾板 拆裝公時的話就會節省很多 那這台車的話需要拆掉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在前面主你的調整部分的話 一樣是在避震器的上方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車主們所需要的軟硬度 那如果沒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車友們 我們大概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改裝KT 像今天的車友 覺得原廠的避震器已經差不多快損壞了 那車友想要比較有一點操控性 因為原廠它很軟 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很大 但改了KT之後 因為彈簧的程度 公斤數變高 所以過彎時候的側傾 自然就會比較接近 好像歐系車一樣 它的側傾幅度就會小很多 那小鴨 一般來說 都是一般的市區代步 所以對操控性的要求 並不是小鴨在行的地方 如果改了KT避震器 甚至是改了鋁軒輪胎之後 它整體的操控感 就會往上提升很多 所以改了KT操控性會變好 第二個功能就是KT可以調高調低 所以如果原來的車高是太高了 重心比較高 當然啦 過彎的時候會比較晃 後座的乘客就很容易會暈車 所以車高也能調整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它的軟硬度 也能隨著車主的需求去旋轉阻擬 去調整出自己想要的感覺 所以KT有很多的功能 那KT的用料也很厲害囉 像這台小鴨 有很多的車友選擇的是日本 Tim的品牌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最棒的NOK油風 在避震器的裡面所填充 主泥油 主泥油就好像是避震器的血液 所以主泥油也很重要 我們所使用的主泥油是一大桶 200公升從意大利進口來台灣的一個油品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 還有它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那唯一的應該缺點算是單價比較高 那KT的話本身在這裡台中攤子 就是製造的工廠 所以我們有 北區的話有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也有中區的經銷商 碑魚底盤企業 南區的話也有不同的店家 可以來服務小鴨的車友們 如果小鴨的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對經理剛剛直播的介紹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以上是今天小鴨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